台北建国啤酒厂叫母郡一体面包啤酒的交流史 台北建国啤酒厂的前身为日本高沙麦酒株式会设 创立于1919年 股东包含大阪麦酒 Asahi前身 日本麦酒 惠比寿Yabaisu 札晃麦酒 Sapporo前身 麒麟麦酒 隔年工厂落成 自美国夏威夷 德国制度同志当华 在那个时代只有做了食物 原料大麦芽 以酒花自德国 美国 澳洲 捷克等的采购运输来台 在搭配台湾生产稻米 作为淀粉副原料 1945年后 隶属于烟酒公麦局第二酒厂 1975年更名为建国啤酒厂 酒厂内有四座德国制的同志堂画斧 细长的天鹅井造型 宛如艺术精品 全世界的同型机具仅有十座 也唯有在台湾还持续运转生产 2000年6月台北市政府指定建国啤酒厂位 第95号市定谷基 保留下全国最重要的啤酒产业文化资产 并朝啤酒文化园区产业活化保存的方向迈进 在古埃及流传着一段话 在水中只能看到自己的脸 而在酒里你能看到内心的花园 感谢您的情境和泰州的愿望 泰州的愿望